好了,很歡迎大家又來聽我講中西人民精神 現在我們講的題目就是關於民主政治的問題 民主政治與人民精神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之前就講到民主政治 通常我們現在講民主政治,一般來說我們就是要講這個 一般的說法就是人在政治機會底下應該是人人平等的 這樣就可以令到現在的政治權力可以受到限制 可以保障人權,一般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這樣 所以在講民主政治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就會說要保障個人的人權 所以就應該有議會的存在,有反對黨的存在 現在我們一般講民主政治就會講這些 所以會有選舉,會有議會,會有政黨的存在 不過之前說過,中國文化就不講這些東西 不重視這些概念 所以中國以前就沒有所謂民主政治這些說法 所以這些都是比較近代的說法 不過現在我們嘗試一下就是要去講民主政治的時候 就是要知道這些概念其實都應該重視的 雖然以前中國文化不太重視 但是我們現在都應該要重視這個 這個所謂個人自由,人權,政黨這些觀念 我們現在講民主政治的今天,其實應該都要去重視的 不過在理論上,講這些觀念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明白就是這些觀念 叫做第二義以下的觀念 什麼叫做第二義以下的觀念呢? 即是說在理論上最先、最根本、最應該重視的觀念 從中國文化的講法來講 應該是講人民精神的 應該是講人民精神的 這是一些人民的觀念 應該才是最根本的觀念 政治其實都是我們人民的其中一部分 人民精神、人民價值的其中一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所講的人民 人民精神、人民價值 其實包括了很多不同的範疇 除了政治之外 我們包括經濟、宗教、學術、教育、文學、藝術、科學等等 很多不同的這些所謂人民的領域 人民的範疇 很多不同的 這些不同的人民的領域 其實我們的講法為什麼說它是第一義呢? 就是因為不同的人民的領域 是可以直接去實現不同的人生文化價值 我們最終最有價值的內容 就是我們要實現不同的人生文化價值 這些不同的人民的領域 正正可以實現到這些不同的文化價值 很多不同的真善美的價值 神聖、幸福的價值等等 這些 我之前講過 政治 在這些人民領域來講 它不是屬於一個直接去創造人民價值的領域 它是屬於間接的作用而已 間接作用 它最大的作用其實是在於協調 協調不同的政治 政治的作用就是用來協調 協調不同的人民領域 協調不同的人民領域 裏面的人都可以去實現 去創造不同的人生文化價值 所以這些就是所謂政治的價值 如果我們反省到最後最基礎 其實應該是這個作用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看 這些宗教、藝術、文藝、科學等等 這些不同的人民領域 這些非政治性的社會文化力量 以及這些社會文化團體的組織 怎樣才能發展得比較好呢? 就是要有一個政治力量來做一個協調 這些不同的文化領域和不同的文化力量 發展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需要有這個政治的組織存在 所以就要講這個政治的領域 所以這些非政治的社會文化力量 是很重要的 非政治的社會文化力量是非常之重要的 非政治的社會文化力量其實也是 都是我們現在講所謂個人自由權利 人權 要得到保障 或者民主政治 得到實效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這些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 這些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 其實是實現民主政治 去實現或者去創造一些不同的人生文化價值 這些民主政治 很明顯是由西方文化發展出來的 然後一直影響到現在我們中國文化 都希望要有這個民主政治 我們去看西方文化的發展 它是怎樣發展出來的 我們發現其實他們這種追求 其實最初都是要求他們實現 去創造不同的人生文化價值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在西方社會裡面 是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力量的存在 有很多不同的社會人民的組織的存在 這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要追求不同的文化價值 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組織 不同的文化力量存在 他們這些不同的文化組織 不同的文化力量 他們之間很多時候 會有一些所謂的敵對衝突 因為各人有自己的追求的一些價值 但是在追求的過程裡面 不同的組織可能是會有衝突的 是會有敵對的衝突的 這種敵對的衝突很多時候 很能夠逼出一些所謂的追求自由的努力 即是每個組織都希望有一個自由 能夠去實現他們自己的價值 所以在這個敵對衝突的出現裡面 正正迫顯出一個追求自由的努力 在這個追求自由的努力裡面 所以就要出現這個所謂的政治的協調 政治的一個去做協調 所以由此而迫出一個西方文化裡面 所謂的政治上的民主制度 由此而發展出一個民主制度 令人民可以得到基本的人權和法律的保護 所以西方民主精神的本源 應該就是來自西方社會裡面 這個多元的人民精神 這種多元的人民精神 甚至是多元而敵對的人民精神 所以才需要協調 所以才需要在這個民主制度裡面得到保障 這個 也都只有一種這樣的人民精神 才是西方民主精神的本源所在 所以西方民主精神 如果你說 講到最後 這個反省到最原初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一種 這樣多端發展的一個人民精神 就是這樣一個人民精神 但我們看回中國文化 在中國以前 講的文化精神 完全不是這種所謂多端定行的一種 敵對衝突的一個人民精神 不是這樣 中國文化很少講到這種多端而敵對的一種人民精神 儒家所講的很多時候就是一種 所謂充實圓滿的人民精神 所以就不著重講這個所謂多端的衝突 所以這樣當然也很難發展到 講到這個民主政治 如果用西方文化的發展去看的時候 儒家精神 這個 你說它會不會都有民主精神呢 這樣 你可以說它也穩藏著 有民主精神的意思 但是它沒有發展出來 它沒有表現成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 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我們想說 有這個民主政治制度 有這種西方文化所發展出來的 民主政治制度的長處的時候 我們其實應該要學習西方社會 如何發展出來的過程裡面 他們有這種所謂多端的文化的發展 我們看到原來西方社會文化裡面 是有很多種不同的文化 能夠多端並行而發展出來的 這個 這個多端並行不同的範疇 不同的領域 那個文化力量一直在發展中 因為發展的時候 他們就會出現一些所謂的敵對衝突 現在西方文化社會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有多端文化的發展 然後有衝突 有衝突之後 接著就要去除這些敵對衝突 想辦法去除這些敵對衝突 想辦法去除敵對衝突 想辦法去除敵對衝突的時候 就發展出這個所謂民主政制 民主的制度 這個 所以這個 中國文化 我們原本沒有講這個文化的多端發展 是不重視這樣 我們還比較講這個 所謂圓滿充實的人民精神 之前講過 圓滿充實的人民精神 其實我們現在正正就是要學習西方社會 做這種多端並行的發展 在中國圓滿充實的人民精神之下 再作一個所謂分途的發展 建立各種不同的 不是直接屬於政治的 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 其實我們現在正正就是 不能夠只講這個所謂充實圓滿的人民精神 我們都要學西方文化這樣 要建立不同的文化力量 建立不同的文化力量 做一個分途的發展 這樣才能夠令到中國文化裡面 能夠實現到一個所謂民主政治理想的條件 即是有不同的文化力量發展出來 這樣才算是有一個發展到民主政治制度的條件 即是如果沒有不同的文化力量 很難實現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極權的統治者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很著力去打擊這些不同的文化力量的發展 我們看到這個 譬如這個 在 由中華民國開始 中國人 已經很嚮往民主 這樣 但是中國的所謂實行民主制度 正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閃一閃 然後就沒有再實行過 也不是一個很成功 當時也不是一個很成功的國民主制度 後來一直也沒有再實現這個民主政治制度 沒有在中國出現過 後來這個結果就變成 袁世凱清帝 張勳復辟 曹崑賄選等等 很多 違反民主政治發展的事件出現 在國民黨訓政二十年 訓政的期間 即是其實這段時間 不是一個民主的時代 是一個專政 國民黨專政的年代 所以這個 中華民國剛剛 在初年的時候 實行民主 接著就變成 這個專權的政治 的 政治的實體 這樣 接著出現 這個共產黨 也是一個專權的 政治的實體 直至近年 台灣 才開始有民主的選舉 中國人才開始在某些地方 出現民主的政治制度 這個 所以我們看回 無論國民黨好 共產黨好 這個 兩岸 大部分時間 其實都是在這個 極權統治之下 這個 這個 為什麼 我們現在 民國初年 一直想 當時知識分子 想建立的 民主政治制度 一直到現在 都沒有辦法建立得到呢 甚至現在 想 直接想 推翻 直接說這個民主制度 不好 為什麼 建立不到呢 就是因為 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力量 那個 實效的條件 不夠 之前說過 我們其實 是要建立很多不同的 社會文化力量 這個才是一個 建立民主政治的實效條件 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這些 社會文化力量 其實一直都不夠 就是現在呢 我們只是說 人民精神 我們呢 還未具備到這些社會文化力量 還未具備到這些社會文化力量 還未具備到這些社會文化力量的時候呢 所以呢 我們如果吸取這個歷史的教訓 這個呢 我們呢 其實現在呢 就要是希望 中國的人才 中國的聰明才智之時 他們除了關心政治之外 還要對這個實際的政治 放開一步 希望他們可以多些用力在這個 人民社會的分途發展 建立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 那方面呢 來做功夫 即是呢 中國的人才 最好不要只是 只是關心政治 我們其實呢 很重要的就是 要建立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 這個 用多些力 在這個社會文化力量那裏 令到這個 中國文化可以在這個 人民社會裏面 得到一個分途發展的機會 也都只有是這樣 這個 這條路 才能夠走到學 下去 即是就這樣看 我們現在所講的 這條這樣的路 看上來是相當之曲折 相當之難走 直接推翻這個極權的政治 或者這個 革命 或者這個 可能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很快趣的方式 也不定 但是這個呢 不一定能夠實行到這個 所謂的民主政治制度 實行民主政治制度 這條路其實是很曲折的 我們現在所講的這種方式 是一種曲折的道路 這個建立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 這樣才能容易 建立一個國家的體制 才能夠開出到一個所謂民主的中國 令到中國人個人的自由 得到一個客觀的保障 所以我們要嘗試 在這個 從這個歷史裏面 得到這個教訓 追溯這個歷史 找到這個現實的意義在哪裡 這個 我們看看中國近一百年來 提倡這個民主政治 我們講自由 講人權 用這些自由和人權 作為一個最根本的概念 我們看到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些口號 來講自由人權呢 因為我們看到在西方文化裡面 這個西方近代歷史裡面 出現這個法國大革命 所以美國的革命 他們都是講天賦人權 自由平等那些口號的 這個 但是其實我們就很容易忽量 這些口號 在西方民主運動裡面 其實他們就有一個很巨大的影響力 在西方文化裡面 是可以有很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這些口號 在西方民主 西方的社會運動裡面 能夠得到這麼大的力量呢 中國文化裡面 這些口號 行不行呢 有沒有這麼大力量呢 這樣 這樣我們看到 這些口號 其實在西方文化裡面 是喚起了西方人民的很多不同的 所謂這個情意結 這個 因為西方文化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情意結 這個 有幾千年的社會文化的背景 西方文化裡面 他們的發展都有幾千年 有幾千年的文化背景 西方近代文化 特別覺得這個個人的自由很重要 又特別著重說這個所謂個人的權利 之所以西方近代文化著重說自由和個人權利 就是因為西方文化一早已經有這個所謂社會文化的多端發展 就是在西方文化裡面發展民主制度的一個條件 西方文化裡面 一早已經有這個所謂社會文化的多端發展 這個 而且這些不同的社會文化團體 西方文化裡面這些不同的社會文化團體 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 很多時候是互相敵對 而且互相衝突的 於是就迫出一個很著重這個所謂個體自由的重要性 變成很容易就迫出一個 著重這個個人個體自由的重要性 這些這樣的觀念出來 個人會感覺到自己內在的人格尊嚴 這種人格尊嚴不是由外面來的 但是個人我們要表現出自己的尊嚴 自覺自己這個個體客觀的重要性 就是因為我們個人很多時候代表著一個社會文化力量 個人後面是有社會文化力量在支持的 就是說我們固然會感覺到我們自己個人內在有個人格尊嚴 這個人格尊嚴不是外在給我們 但是當我們要表現出我們自己個人的人格尊嚴的時候 很多時候的方式就是因為我們個人是代表著一種社會文化力量 我們個人後面是有一種文化力量支持我的 這樣我是特別覺得自己個人格尊嚴的 又或者因為有一個社會的團體在這裡壓迫某些個人 這樣令到個人會很強烈地去追求一個他自己所向往的人生文化價值 又或者在客觀社會裡面有很多種不同的文化力量的衝突 他們這種衝突會在個人的身上出現 要個人做出一些裁決 這個到底我應該是跟從哪一種的文化力量呢 因為文化力量都會發生衝突 這樣跟哪一種好呢 所以這個呢 就出現了很多這樣的所謂這個 由這個社會文化力量而出現的一些個人 突顯出這個個體自由的重要性的問題出來 或者又因為這個個人 一個個人很多時候就是同時屬於不同的社會文化團體 所以這些社會文化團體是不能夠絕對束縛著某個人的自由的 所以由這裡來講個人是要有自己的自由的 你遞屬某一個社會文化團體的時候 你不是說只是屬於某一個文化團體 所以這個文化團體或者這個組織是不可以完全控制某個人的 你的個人可以同時屬於其他不同的文化團體 這個 所以這個 變成 組織 或者團體是不可以束縛個人的自由的 這裏也突顯出個人自由的問題 所以這個個人的重要性在我們剛才所說的情況裏 成為一個客觀社會的一個表現 變成這個客觀社會裏變成很重視這個所謂個人的自由 所以為何我們說西方文化社會裏面 特別著重個人自由的呢 就是因為剛才那些這樣的說法是會突顯出 因為這個一早有不同的社會文化團體 一早已經有社會文化的組織 不同的組織出現 所以這個容易突顯出個人自由的重要性 這個 好了 除此之外 個人 就不能夠有些什麼 客觀的社會表現 這個 這個 即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這個社會文化團體底下 出現一些這個所謂客觀社會的表現 這個 個人在這個客觀社會裏面的重要性 很多時候就是通過這些不同的文化團體 來表現出來 如果表現不到出來的話 個人追求的自由理想 就不能夠成為一個所謂公認的理想 你可能追求一個個人的理想 實現到某個人的理想 但要是你不是在一個文化團體 文化組織裏面一起去做的時候 就可能沒有人認可 或者沒有人認同 這個 所以 你的理想就不能夠成為一個公認的理想 你個人所爭取的自由權利 也得不到一個所謂公認的法律的保障 因為這個 你所追求的理想 不是一個公認的理想 所以你的權利也不能夠得到一個公認的保障 很多時候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 民主政治理想 如果是這樣說的時候 就會變成 沒有一個所謂客觀的實效性 如果這個個人沒有一個社會文化力量在背後支持的時候 這個個人的理想性 其實沒有一個所謂客觀的實效性 所以這個 我們講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為何會給中國的政治制度 原備 這個發展 為何會給中國文化的發展 這個發展比較好呢 意思就是因為 這個 所謂這個 有這個社會文化的多端發展 有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 不同的社會文化的組織 令到有這個條件 有這個實效 令到人著重說這個自由權利 著重說這個 權利的法律的保障 就是因為 它有這些文化的發展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 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比中國的比較原備 這個 所以 我們如果追溯這個 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的時候 我們不止 只是說這個 所謂個人自由和天賦人權 我們還要再進一步 想一下 為何會突顯出這個 個人自由和天賦人權呢 這樣就是 剛才所說的一個 社會文化的一個多圖發展 社會文化力量的存在 這個很重要 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 講這個 民主政治理論 很多時候 都講這個 所謂個人自由 天賦人權 這樣 以為西方人 西方文化裡面 早已經講這兩個觀念 由這兩個觀念 而出現這個 民主政治制度 這樣 這個 但是中國人 就講不到這個 個人自由和天賦人權的觀念 所以中國人的政治智慧 就差一點了 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看看 其實 真正要講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那個根源 其實 就不是講這個 個人自由和天賦人權 作為第一二的觀念 這兩個觀念都未曾是第一二 最原初的觀念都未是這個 最原初的觀念 這應該是西方社會文化的一個多端的發展 很多不同的人民的價值 互相發展 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互相發展的時候 出現這個所謂人民文化的衝突 這個才是最原初出現 講這個民主政治制度發展的根源 所在的地方 這樣 下次我們再由西方文化歷史的發展 去看看 怎樣去發展出這個民主政治出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很多謝大家 今天為了會把2的存在 設定的聲稱 臨友 小心 抗消費